童老师另外一个发展 事实上是瓦格纳跟俄乌 是的 金砖五国峰会虽然在开了 可是全世界的焦点 马上被这件事情给转移过去了 瓦格纳兵团 他的这个首领普里格军 在8月23号发生空难 我先提醒这个各位观众 这个瓦格纳兵变是6月24号 刚好两个月 刚好两个月 6月24嘛 8月23嘛 好 然后呢 他因为他是坐一架私人飞机 从这个莫斯科要飞到这个圣匹德堡 这什么意思 原来这个瓦格纳 或普里格金 他的行踪是在这个普丁的首掌心里面 原来是从天子脚下飞出去的 所以一发生空难 你看这个普丁马上好进行这个电视转播的谈话 其实这个就是全国性谈话 你看普丁是怎么讲的 普丁线上诚挚的哀悼 这个表扬普里格金打击这个乌克兰有伟大的贡献 我认识普里格金超过30年了 他每次呢都可以使命必达 不过 他这一生曾经犯下严重的错误 所以他该死 所以那句话我加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意思嘛 我们来看看各国的领袖是怎么反应的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嘛 拜登是这么说的 我无法确定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不意外 大家都知道 俄国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 普丁都是幕后黑手 这说的没有错 过去譬如说大家都知道的 普丁派人到国外去追杀两个叛逃的KGB的特工 用下毒的放射性毒药 普丁下令暗杀他们国内的一个女记者 更有名的普丁下令暗杀 要暗杀他们这个最大的反对派的那个领袖 纳瓦尼 这个都是斑斑可考嘛 好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是这么说的 我们都看到了报道 如果属实 没有人敢意外 所以你看 其实美国讲得很稳 美国对俄国的情报是最精确的 当时也只有美国知道俄国要打乌克兰 可是呢 美国都讲得很平稳 没有泄露出来 说他知道什么 英国的国会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这个人叫做克恩斯 他讲得很具体 他说 他用两个证据 他说第一个证据 俄国立刻证实了这个飞机的坠毁 其实这就说明了一切 不然一般都会有个调查时间嘛 连调查都不用调查了 所以呢 这个英国的这个外交委员会主席 他是这么说的 俄国防空部队击落了这架飞机 假如我们看他那个影片 其实是有影片的 那个影片真的 就是说那架克机 他是被看起来是被飞弹击中 所以说他有一边的机翼折损 然后那个飞机就这样 螺旋式的坠毁 这个是被飞弹击中的 没有错 就现在这个画面 对对对对 你看他是螺旋式的 等他转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那个旁边的机翼没有 没错 飞弹打的 这是确认的 而且私人飞机事实上是 一般来讲是小飞机嘛 对 所以这应该是非常认真的攻击 这个目标才会发生这个结果 被精确的锁定 所以说我刚才说 你的飞行路线 莫斯科到圣彼得堡 那不就在普丁的首掌心里面吗 好 其他你看波兰的外长 爱沙尼亚的总理 都指向普丁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外国政府的领袖在讲话的话 他不会无所本 好 没有人觉得意外 我觉得可能只有一个人觉得意外 就是瓦格纳自己 他自己应该觉得很意外 现在又有一说 说这是炸死 是这个 这个普里格金 跟这个普丁说好的炸死 让他消失 我觉得这个 这种可能性激进于零 为什么我这么说 有人说因为2018年在非洲 普里格金可能炸死过一次 那是普里格金自己想玩的游戏 普丁凭什么配合你玩这个游戏 而且如果玩这个游戏 对普丁的风险会更大 万一过一段时间 对不对 普里格金 不知道从全世界哪个角落钻出来了 那普丁不是他的威望 他的脸要哪里摆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很低 只有一个可能 普丁答应他 这个叫计中计 你要炸死 OK好好啊 我给你真实 我觉得可能有这个计中计 那其实我们以前 我们之前就在这边讲过这件事情 我当时说 只要是军事叛乱 你就绝对不能被招安 每个被招安的都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这个中国历史嘛 梁三伯 108条好汉 对不对 你看看人家的下场 被招安的下场 那远了就不说了 国共两次合作 对不对 共产党两次被国民党 招安还纳编了 国民党的军队嘛 八路军嘛 结果呢 差一点点就被我们的老蒋总统 全部吃掉 对不对 可惜了 没有成功 所以说对中国的网友 他们就想起林彪的这个坠机事件嘛 那因为1971年的这个林彪 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右肩副手 林彪九个人 在1971年9月13号 九个人结实了一架客机 结果要往外逃 可是呢 不知道怎么样的 坠毁在外蒙古就对了 这个事情到今天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以后的第一大遗案 好 林彪就是要武装叛变 要推翻毛泽东的嘛 结果被他女儿林痘痘出卖了 那林彪叫外逃 其实他外逃的第一时间 周恩来就赶快去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就是在那个时间 讲了这个迷言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随他去吧 毛泽东是说随他去 可没说要把他击落 所以说他是怎么掉下来 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飞机里面 就是那个驾驶 他反抗嘛 开枪了 飞机坠落 第二种我觉得第二种更可能 是周恩来派战斗机去制裁他 周恩来本来就是情报投资 他本来就负责制裁叛变的人 周恩来的历史啊 所以呢 整个故事啊 反正就是告诉我们 最后的教训 那个尤其是在中共里面的人 要听清楚 如果你要兵变 如果你要政变 一定要干到底 千万不能妥协 感谢你